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炒蛋 炒蛋如何炒得好呢 就好像这样 炒到它少少 少少 炒到它不太熟 炒到它很熟 色水漂亮 炒蛋就漂亮 色香味俱全 加点葱就香 加点盐就有个味 加点蛋 蛋要新鲜要够漂亮 炒蛋炒到它有少少油份 反光的就漂亮 蛋是吃油的 油是跟蛋一起 有油的蛋就没那么焦 炒蛋 炒蛋呢 但是当你放着蛋 蛋呢 蛋就不要不断 不断摇来摇去 否则就会 一匹匹的不够 散开了 像这样 如果是这样弄它 一路炒一路弄它 它就形形 结不到 就不会 就不会一块块 好像很大块 就大块 一煎就一大块 如果你 煎到差不多 这样的色水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呢 你这个份量呢 如果炒蛋呢 这个要控制的份量呢 通常的蛋黄 要和蛋白混合在一起 这样的色水就会漂亮了 你加得越多鸡蛋呢 它那个色水越漂亮 那些人呢 就喜欢吃 大锅饭 大锅饭 因为大大锅 煮出来的饭 一定是很丰富 很多营养 全部都在里面 混合在一起就更加好吃了 所以我就觉得 炒蛋呢 这些蛋呢 就 你 打蛋 打蛋 你不要 不断打那些蛋白 你打蛋的时候呢 就要混合那些蛋黄一起打 那就混合 然后在打蛋之前呢 就那个蛋白和蛋黄 混合了 混合了 靓了之后呢 就可以 就拿去 拿去煎了 煎出来的鸡蛋 就会金黄色 就会漂亮一点 如果不是呢 如果打得不够均 就是白色 一边白一边黄 那就会做得好像 色水 可能不漂亮 如果要变成黄色 黄色又漂亮 可能白色也漂亮 不过就 不过就这样煎 就煎得 可以整体 金黄色多漂亮 吃下去 都会 都会充满着这个蛋黄的味道 它就 跟蛋白混合了 所以就 很有咬口 很有大牙的感觉 嗯 好吃 如果煎到这个色水就会很漂亮 我会给10个赞,这个就会给7个赞 多谢收看